回来继续学习我们的VoE 那我们上领课讲了我们的ATMR的一个模板 那制造的ATMR模板里面有一些语法 可以使用装大化 而且还可以使用一个指令 指令是什么呢 指令是不是就可以VoE对盗姆进行的一些操作 像我们在上领课写的一个V-Band 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变量绑定到一个属性上面去 并且可以动态地去操作这个属性的变化 那这一课我们接着来去学习我们的指令 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令 叫做V-On指令 那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我们的代码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代码给他整理了一下 那我上领课的所有的文件都放到这个VoE Lesson2 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那这一课我要放到这个VoE Lesson3这个文件夹下面去 那我们这个文件夹现在是一个空文件夹 那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创建一个第一个 Index1.html 那这些文件我都会上传到一个 我们的程序课堂上 然后供大家去参考学习啊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生成一个ATMR的目录 并且呢把我们的一个VoE给引入进来 我们还是把这段SRC给它张过来就OK了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还是需要一段ATMR代码 最作为ATMR模板啊 那在这里面就是ID等于一个VoE等于一个APP吧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还是给他一个square的标签 在square标签里面去写我们的一个VoE的一个代码 那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VoE的实力去控制这段ATMR代码 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EL属性 写一个井APP通过SATA的选择器的方式去选择我们的这个ATMR这个模板 嗯 那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写一个button button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给他一个clickme 让他点击我 点击我之后 数可以发生一个行为 那在这里面我们想要什么行为呢 我们想点击这个按钮然后弹出一些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原生原生的一个GS里面怎么写 首先获取这个button这个Dome 然后呢 然后通过这个Dome给他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那么绑定点击事件是不是对Dome进行一个操作啊 那么既然是对Dome进行操作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VoE的一个指定去完成 因为我都已经说过了 VoE指定就是VoE为我们操作Dome而准备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用了一个指定叫做V-on指定 V-on指定 然后我们马号后面写什么 说写指定的一个参数啊 参数在这里面我们写click 就是你要绑定的一个事件什么 说我们有什么click事件啊 K-up事件啊 这些事件原生的事件你都可以往里面写啊 然后后面呢 去加一个GS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你就可以写成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点击它的话可以有一个函数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让它写一个 show something 这个函数 show some吧 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 应该定义在my search 就字段里面去 那我们就是show some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方式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说就是alert 去弹出一些东西 就是show something OK 说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好不好使啊 在617打开我们当线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说有一个按钮 按钮我们绑定的一个事件 是通过voe去绑定的 然后我们点击它 是不是有个show something 弹出了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这是我们v-on指定的基本用法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啊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用一个绑定事件的话 我们需要使用事件对象 因为我们事件对象里面说存了当前这个鼠标的一些位置 什么sy轴 是不是都存在这个事件对象里面去 并且我们说可以用事件对象去阻止冒泡啊 或者是阻止一些默认的一个事件 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应该会过去这个事件对象 那如果我们在voe当中是怎么去获取这个事件对象呢 那在那里面是不是说我们绑定了一个click事件 给它的一个click事件的一个函数什么 是show sum这函数 那么它既然是这个show sum函数 它又会自动的把我们的event对象给它注入到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变量去接受它 event或者是一个e 你随便起一个变量的名字去接受它就ok了 那我们说可以打印一下这个event 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那在这里面我们打开控制台 然后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它 是不是它出了一个show sum thing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控制台 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个mothevent的 鼠标的一个事件对象 那也说我们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写一个事件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一个事件对象 它会自动注入到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那么你们会知道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v-on指定后面写的这块是一个表达式 那既然它是一个表达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写成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 是不是我们在创大块里面可以写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 我们写一个show sum执行一下 是不是没有什么毛病了 那么既然它在这里面也是写的gs表达式 它在这里面也是写的gs表达式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写show sum执行一下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这个里面传的就是一些时参了 因为我们在gs里面是不是调用的一个表达式的话 是不是你写一个参数执行的话 是不是你得往这个参数函数里面去传一些参数啊 那这里面我们什么都不传 那么它第一个接收的肯定就是一个nd范 那么我们刷新一下 click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它是弹出了一个nd范 它显示出来一个nd范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show something 这个函数执行什么都没传 那如果我们想用这个event的话 你就得给它传一个特殊的一个参数 特殊的食材 那么这个是Vue提供给我们的 你必须传一个dollar event 这个你不能变 这个就是一个变量 Vue提供给我们的 这个就存的是我们当前这个事件的一个事件对象 那么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现在又出来了 是不是有一个moss event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假如说我们想传一些我们自己的传输 假如说我们想传一个message 然后我们书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写一个形态去接收它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message 跟它的一个名字是一样的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message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一个自乎串message 或者是你写一个123 都OK 那在这里面我们接受一下它 打印这个message 我们刷印一下页面 是不是就直接12323 这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去绑定一个事件 事件这函数有两种写法 第一个就是直接写一个函数 第二个就写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 如果写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的话 你必须往里面去注入一个event的事件对象 如果你不写成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的话 它就会不自动的把这个事件对象 给注入到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里面去 如果你写了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的话 你就得手动的去注入它 怎么注入呢 通过一个vue提供给我们的变量 叫做dollar event去注入它 然后你除了可以注入一个事件对象 你还可以给它注入一些 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参数 像是什么字符串啊 一些布尔类型啊 数字类型都可以给它注入上面去 那这个我们的一个维纲案指定 基本上的一个基本用法已经学习完了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日常去使用我们这个事件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需求 那什么需求呢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了一个div div我们也绑定了一个事件 v-2也是一个克里克事件 然后它在这里面有个show sum 然后我们也是传了一个1 传了一个dollar event 那我们把这个button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div的里面 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点击这个button 它是不是会向上冒泡啊 因为我们这个div也会有一个保定的一个点击事件 那如果我们点击了button的话 button会触发一个点击事件 然后是不是这div也是会触发一个点击事件 也就是说它会额勒它两回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啊 然后我们克里克蜜 受伤不净 那再确定 是不是又受伤不净 因为在这里面它有一个事件冒泡 那如果我们想阻止这个事件冒泡 那我们通过原生是怎么做的 我们原生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event的事件对象 事件对象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叫做stop property 那么那个方法一执行的话 就会阻止这个事件的冒泡 但是在vue当中 它既然它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封光 你就不需要这个麻 这么麻烦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事件修饰符 你只要需要一个事件修饰符 你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需求 那一句话全部给做完了 那在这里面它的事件修饰符叫什么呢 叫dr stop 那么dr后面就是写一个事件修饰符的一些 你想做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事件修饰符有很多种啊 那我们一会再看看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一个阻止默认的一个阻止冒泡 就是一个stop 那么再来点击一下试一下 click me 它说现在就应该弹出一回了 因为我们这个div这个事件 它就不会出发了 因为它已经把这个冒泡给阻止了 ok 那么我们再讲下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除了阻止冒泡 是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常用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东西是事件当中常用的 是不是就叫阻止默认的一个事件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 A标签 A标签是不是有一个核服属性 核服属性我们说可以写它的一个 点击跳转的地址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百度的 看吗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link me 对吧 跳转我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说我们点击link me 它就跳转到哪了 跳转到百度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假如说我在这里面去写了一个事件 V-on-click事件 点击事件 那我想做什么 我想做一个受伤 说还是刚才那个事件 就是底下弹出一个受伤性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link me 它说说something 并且去跳转 因为它有一个 A标签有一个默认的一个事件 是不是它就是去完成一个跳转 那假如说我们想把这个A标签的一个 默认的一个属性给去掉的话 怎么办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需要借助实验对象了 因为实验对象上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方法叫做prevent default 那么它就可以阻止我们的默认事件 那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原生的一个道姆去操作 实验对象去操作 那么我们肯定要VoE给我们做了一些优化 它也有一个实验修设服 那么这个实验修设服 可能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就是叫做第二prevent 那么它就可以阻止默认的一个实验 那么在这里面它阻止什么默认实验呢 是默认的一个A标签跳软的行为 那在这里面我们再来试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刷新我们的这个 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link me 然后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有个show something 然后在这里面它是不是不会进行一个跳转了 对吧 那假如说你就是简简单单的想让这个A标签不进行跳转 你在这里面可以把这后面的一个函数都去掉 直接一个V-up click再prevent 是不是就阻止了这个A标签的一个点击的一个默认事件 那么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什么都不发生 点击它它没有什么一些默认的行为了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实验修设服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了实验修设服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不是修设我们的事件的 就是我们比较常做的一些东西 像阻止冒泡啊 像阻止默认事件啊 这些东西它给我们提取出来一个修设服 直接点就可以掉用了 非常方便我们操作 那既然有事件修设服 那我们想一下我们在日常开发过程当中 还会碰到什么跟事件有关系的东西 那我们假如说有一个input框 input框可能我们是不是只是点回车的时候 才做什么 就是才进行一个弹出 才做一些逻辑操作 那我们以前是怎么做 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原生的事件对象上 有一个位置那个属性 位置属性代表了我们这个键子按了哪个 那么每一个键子都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号码 那我们就根据这号码可以判断这个用户按了哪个键子 那我们根据这号码 如果它按enter键的话 我们根据这号码就可以让它做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在这里面用原生器实现一下 那在这里面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input2.html ok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是 把这个square的标签给引用进来啊 然后我们还是写一个div div有一个id等于app 那么这个app是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把vue给挂载到这个div上面去 那么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写个sql的标签 我们还是得创建一个新的vue实例 然后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属性 就是el这个属性 el属性就是一个挂载点 我们写一个整个app 用一个css选择 接下来我们这个div这个atm mobile里面有个input框 input框我们是一个文本框 那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事件 叫做kup事件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按键抬起来的时候都会触发这事件 那我们就可以用vue on 然后一个冒号 一个冒号是做什么用 是不是它这个vue on的一个参数啊 参数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原生事件都往里面写 这个我们就写一个kup 然后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一个事件的名字 那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一个就叫做一个kup吧 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名称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写messor的 ok那我们在这里面写这个kup 然后它是不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当按回车键的时候才让它做这个逻辑操作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它会给我们自动传一个event的时间对象 event的时间对象里面有什么呢 是有一个位置属性 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下如果它的位置 那等等于什么呢 等等于一个13 那13就是我们点回车键这个键子的独一无二的一个号码 那如果是它的话 我们再有一个额子弹窗 假如说 you press 一个enter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好不好 是 我们还是得打开一个新的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输入123 是不是它都不会去跳软 然后我们输入这回车键 你看 它说给你一个弹窗了 叫you pressenter 说明 说我们以前用这个事件对象里面有个13 这个位置属性它是13的话 它就是一个enter键 那么每一个按键都有一个不同的号码 那这种需求是不是也是在我们日常开发中经常去出现的 那这个方法它也给我们简发出来了 在这里面去写一个点 enter也是一个事件修设服 第二画面是否都是一个事件修设服的一个参数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enter键 那我们在这里面 这回就可以直接写什么了 直接摊出 然后这个event的事件也不要了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触发enter键的时候才会触发 careup这些逻辑操作 那我们在这里面试一下 刷新一下 我点123 123 这些键都不知道使 那如果我点回车 它就好使了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事件修设服 那么就是按键修设服 按键修设服有什么呢 有什么点enter啊 点上space啊 像什么点上一个esc啊 对吧 有退出键 还有空格键 空格键说了 那么这基本上就是这些键子 那么这些键子就可以有一个事件修设服 那假如说你想要一个a键或者s键 你点这个键的时候才能触发这个逻辑操作怎么办 你也可以写什么 写它的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个13 13是不是我enter键 那么再看一下还是好不好使的 那我们123123 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一点enter键 说出来了 说明说我们写一个这个位置那个属性的一个号码 也是OK的 那在这里面刚才我说通过这种方式去调用了 点enter 点space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件修设服 它是可以什么呢 它是可以链式调用的 也就是说我既想enter键 也想space键 按这两个键子可以触发这些逻辑操作 那我们就这么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看一下效果 那我们在这里面首先刷新我们的页面 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是输入一些按键 然后我们点击空格键 你会发现它说会弹出一个弹框 然后或者呢 我们说按回车键 如果可以弹出一个框框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们既可以通过按回车 也可以通过按空格 给它进行一个实验的出发 在这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按键修设服 那么按键修设服 都是我们在这里面键盘的系统的一些 我们常输入的键子 那么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键子 我们用的比较少 也不是用的比较少 但是它是一个功能键 那像什么Ctrl Alt键 Command键 像Mac上的Command键 还有Windows上面的一个Windows键 还有呢Shift键 这些键子 如果我们也想做一个事件出发 也就是只能通过点击Shift 加上一个键子 才能出发这个事件的话 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是得通过叫做一个系统修设服来做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我们也写一个input框 input框我们还是一个文本框 我们在这里面V杠按一个key up 也是一个键盘的一个 弹起事件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一个shift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就要做一个shift函数 那在这里面我们数据在key up上面去注册一个shift函数 最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弹出一个东西 V杠一个shift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我现在是给第二个input框 去绑定的一个时间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123 是否保持 因为我们必须按shift键 你会发现你按shift键 它也保持 那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面它规定 这个系统的一个修饰符 必须shave键和其他键的一起按 那在这里面我们shave加一个key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有一个 叹窗了 说明它好使得 那么这就是一个 系统修饰符 那么这个系统修饰符 跟我们这按键修饰符 才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我们按键修饰符 只能是这种input框 是不是有按键的地方 才可以进行一个出发 那这个系统修饰符 是在任何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small 时间里面去触发它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绑定一个 鼠标点击时间 我们写一个button吧 让我们点这个button 我们为一个on 一个click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也给它一个shift修饰符 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绑定这个shift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在这里面 写一个button就叫做shift 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然后是不是有个shift的button 我们点击它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根本不触发 但是如果你按住shift 再加上我们的左键 是不是它就出发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修饰符 必须什么 必须是我们当前按住这个系统键子 跟你要做的操作 一起去按 如果是click时间就点击操作 如果是kup时间就是一个按键实键 那么一起操作才会出发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个系统修饰符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系统修饰符里面比较 提侧的一个修饰符叫做matter键 matter键 matter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圆的一个键 那么这个键如果在mac上面就是command 如果在你们的window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电脑上就是其他键的 像window是一个window键 那么我这是mac 我就在mac里面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按住mac的一个command的键 然后再点击一个作键 是不是也会出发 也就是说这个matter键是根据不同系统来的 操作系统的不同 它的一个matter键是不同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系统修饰符 那么我们现在是 基本上把所有的一个按键修饰符都给它说完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练习一下 你到底掌握的怎么样 那在这里面还是给它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reaccess 第二html 我们也是给它创建一个html文件 把我们的一个 标签运用进来 那在这里面还是写一个div 叫做一个app来接受我们的vue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标签 要创建一个vue的实例 那在这里面写一个el给它绑定一个app 那第一个练习是什么呢 挺好需求啊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有个input框 input框是一个文文框 文文框我们绑定一个实践 这个实践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输出一些东西 output 那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变量 这变量的名字随你去写啊 那么我们说这变量应该写成双大块的一个形式 那么我们通过输入的这个 input框改变什么呢 改变这个output输出的东西 比如说你输入什么 之后输出什么 它就写到你这个输入的这个input框里面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练习 第二练习也是有一个input框 那么在这里面还是有个output 那这块输出什么呢 这个输出的是跟你刚才输出的变量是一模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如果你改变第二个输入框 但是只有你输入一个enter键 或者输入什么呢 或者输入一个空格键 你才能什么呢 才能把你的一个变量给改变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练习 你第三个练习呢 第三个练习很简单 那假如说我们有个form表单 form表单你都知道 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submit点 我们写一个input input 里面有一个submit 去提交键 提交键是不是有一个默认行为 你只要一点击这个submit键会发什么 是不是就把表单提交给这个Action 这个后台的服务器了 在这里面如果我想 把这个默认事件给取消呢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 form表单的一个默认的一个事件取消 那怎么需要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就开始做一下 按照我的需求啊 然后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如果做完了之后 你再把这个视频打开 OK 那我现在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完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来说一下 第一个需求是我们先首先需要输出一个变量 那我们是不是变量都写到date里面去 那么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name名字 名字我们就叫做一个hello吧 OK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输出的话 都是一个双量化 然后把这个name给输出出来 那这个out 这两个output是不是输出的是同一个数据 同一个变量 然后在这里面输出一个name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不是有一个output hello output hello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想输入这个input框 然后让这个output后面的东西 跟这个input框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个input框里面应该绑定什么 绑定v-2 一个keyup事件吧 对吧 每次进入都会调用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就叫做一个change name吧 改变名字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必须写到哪里 写到这个message里面去 我们有个change name OK 方式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首先得获取到这个name 我们就让这个list点name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input框里面的东西 那么我们这个name一改变了 什么又改变了 是不是输出又改变了 这就是一个数据稳定 那么这也是一个响应式的 ve里面的一大最最大的一个特点啊 那如果我们想获取到这个input框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是不是通过原生的一个事件 我们说可以把这个event给它传进来 比如说它说系统会默认的把这个event的实验对象给我们传进来 那event它上面有个target 有个value 就OK了 那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想在这message里面去获取到date里面的数据的话 必须通过list.name 这个list只带的是我们这个vue的实例 因为它在这里面会做一个处理 把date上面的所有属性全部坏了 这个vue实例的最顶层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通过list.name 获取到这date里面的name值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好boss啊 我们123 哎 是不是好使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什么 这个输出就是什么 因为这两个方形是同一个数据 所以说它俩输出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球 第二球是不是 我们这个也可以输入 但是我们必须按回车键或者什么空格键 才能做什么 所以才能把这个 内容的值给改变了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绑定一个 KUP世界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说可以写个函数 当然这个函数里面的什么逻辑操作是很简单的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 直接给它写一个简单的表达 还记得我们在这里面这双大号里面和这个指令后面的一个表达 都是一个JS的简单的表达 里面不能写F语句 不能写方形环 但是可以写一些简单的表达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一句 VoE的语句 写一个JS的一个语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就是让这个name 那当然在这个ATMMR里面我们直接通过name去获取到这次里面的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当前这个input的框里面的一个值 那么当前这个input的框里面值通过什么去过去 是不是通过这个事件对象 那在这个ATMMR里面怎么获取这个事件对象呢 是通过dollar event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我们在事件 在ATMMR里面想获取这个事件对象的话 就通过dollar event 那这是VoE给我们的 它就有个target 代value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来试一下好不好试啊 那在这里面123 哎是不是好使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让它按回车键或者按空格键 才让它去把这个数据给输出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可以给了一个事件收集符 点enter或者点space 在这里面我们刷一下页面 123 回车是不是好使的 再说一个东西 空格 说好使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输入空格或者回车才好使 第三个小点题 我们是不是想要把这个放入表单的一个默认事件给取求啊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为一个啊 看是不是有个submit这个时间 那它的一个default prevent 阻止它的一个默认事件就ok了 那后面如果你阻止默认事件后面没有一些什么其他操作的话 它是不用写一些的代码 那么这样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提交 是不好使 那我们先把这个删了 看它好不好使啊 刷一下 提交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有一个特转啊 看吧 它是不是刷新的下面 看这块 对吧 说明它是不是好使的但是我们给它取消了 然后在这里面试一下 你会发现它点击它就不好使了 那么这个 如果没刷新的下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三个小练习 那这就是我们这些课所有的学习的知识点 呃在这里面我们了解了一个微杠指定怎么去使用 还知道了一个实践修设服 按键修设服 还有系统修设服 并且做了几个小练习 那么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已经把一个 数据的一个 绑定实践 给解决了 那我们会在日常的一个开发工程中 会有一个很多实践的表定 所以说这个v-on 这个指定 它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v-band 和v-on 都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指定 那等下一个课我们就会 说一下 它俩怎么去结合使用 怎么去出现的一个双向数据绑定 那么就下节课见吧 即可